這位嘉宇主角白日報名的林佳馨 我們請佳馨到台上我們先拍照 我們請佳馨先看正前方 中間我們一邊來 大家不急 請你們看右邊 佳馨很遮蔽 她身體會轉 有什麼需求 請給大家聽出來 左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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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一點 不要收大一點 左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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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 這裡 來 中間 這邊 右邊 左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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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左邊 左邊 這邊 來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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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邊 這邊 這邊 左邊 左邊 好 請進去 鎖西哥 下一個 重量 高度 中間 鎖西哥 左邊 左邊 鎖西哥 左邊 這樣 這邊 這邊 加倍 大地方 pocket 正式 拿一個 隊工 剛間 好 辛苦啊 辛苦加薪 因為明天那個好晚的照片 好 各位憲哥可以了 我們讓林佳欣來 說給她的感想 這是她的第三座金馬獎 第一座這家女主角 創造了滿貫的紀錄 新人女配角女主角都拿到了 我想要做剛剛忘記謝謝我的經紀人 謝謝 我是經紀人林珊珊 還有我們電影公司的老闆 林晶蓮學生 還有我的很好的同事 我的搭檔就是Cole 因為在拍攝白日告別的時候 拍時她比我更早起床 更晚睡 然後只要有任何情緒波動很大的戲 她都比我更緊張 所以很謝謝她 然後對 非常多的愛我 對 愛妳們 評審在林佳欣在白日告別當中的演出 其實精湛是在於當你失去的摯愛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種情緒的反應 我們最直接想到的應該就是大哭啦 落淚啦等等 那她把所有的哀傷跟仇趣都深埋在心裡 可是隨著她的表演都一點一滴非常有層次的表達出來 那家庭可以跟我們聊一下怎麼準備這個角色 以及跟這個術條有合作的一個經驗嗎 其實我真的覺得一切都是命還有時間 因為 雖然很不幸我在拍攝白日告別之前 我死去我的父親 可是我覺得真的真的就是因為這樣子 她一直在守護 天堂在守護我 我覺得她給我很大的力量 也是我在很多場戲裡面給我很大的勇氣 在持續面對她的離開 然後 對 然後我想說就是我覺得能夠 這個白日告別是我回台灣拍的第一部國演 然後我覺得很多人都已經忘記 我是從台灣去香港的 然後我覺得能夠回 也算是我辦一家 就是回家能夠拍國片 我是非常的榮幸 嗯 其實除了是這部國片以外 其實家庭也休息了一部小段的這個時間 讓你這個片子重新回到這個大螢幕上 得獎啊 會不會更加速你接下來的這個拍片的速度 其實完全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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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覺得家庭不一定會開出好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適合的 然後對 好 現場的媒體朋友還是什麼問題 好